其實他們都會表達到 他們已經走了一段挺艱辛的路 亦都知道其實是會有氣氣跌跌 這也是他們接受的 但他們很希望已經走了 還有一些自己人都會離開 他們都有一些自我安慰 想不如放下這件事 我們都要繼續開開心心地做好每一天 希望自己是開心快樂的 更加希望明天會更加好 有很多自我鼓勵的說話 另一首就改名叫笑看人生 這裡就說到 走過人生路上笑臉盈盈 感謝你的慈愛多謝包容 以不變應萬別 笑看人生送上田笑容 走過人生路上笑臉盈盈 感謝你的慈愛多謝包容 無憾軟暫的一生 歡天氣地天順飛 這組你會看到少年盈盈 其實他們都想表達對於 走了的同行者 都是多謝他們一聲 因為大家一起的時候 都有歡笑 有互相支持的一刻 都希望藉著這首歌 去揮演他們一笑 會記住走過的人的微笑 自己在身的人 都會好好地利用短暫的一生 希望大家經常都這麼開心 這就是能否表達到他們的心性 明白嗎 以下下來 我想做一首歌 就是用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我收集回來的說話 去做一首歌 我現在在說話 我當然預備不到 我就找了人幫我預備 就是Kingman 這個時候就是Kingman出現 就利用剛才你們寫的那些歌詞 交了出來 然後呢 做一首歌 看看是做成怎樣 你們留意一下 尤其是有交的人 那句說話 唱出來的時候 對你有甚麼感想 那我就整理一下這些字 我交個咪給Kingman 好 好 大家好 那我叫 我認識忠的 我挺忠敬的 那主唱歌詞 Jenny 剛剛我來到的時候 Jenny 她就給了一些 大家寫下的心聲 給我 那我就剛剛 即場 我就去 盡量的能力 去嘗試變成一首歌 所以呢 當中裡面 我就結合了 我已經有很多人的心聲 就拍了一首歌 那我都沒有修改過這些字眼的了 OK 那 那 對了 那 那 你有沒有說 那我先預備一下 好嗎 那她先預備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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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兩些歌詞 大家可以看一看 哪一句是你 好的 一個歌曲 就代表你是一個人 即我大約是一個人寫的 一個段行 那 譬如不喜愛你 那些就是很多人寫 但是也是當一個人 那我拿著琴 亲爱的你仍然返迷在已远 而我会照顾你和你海洁 欣赞你过去所付出的太多 而我永远等待你直到你再次素食 对不起我爱你 请放下来开心和永远怀念你 对不起我爱你 请放下来感谢你 我爱你 感谢主把你放在我生命中 愿你有一天另受福音的人 对不起我爱你 对不起我爱你 我爱你 请放下来感谢你 请放下来感谢主持人 好,剛才King Man演繹這首歌時 不好意思,我們沒有時間給你參與作曲的部分 只是參與了作詞 如果當中這個詞裡有表達到你心聲 而你有感動、有好想、有分享 有機會給你們講幾句 當你聽到這首歌時,你有甚麼感覺 如果你覺得不方便,不要緊 不好意思,真多謝你們的預備 由一開始到現在,我已經在第三節哭了 很感謝你們的預備,神的安排 第一段的說話就是我自己寫的 很感謝你們從這麼多的當中去簡選我 可能透過這一次,美國真的有很大的資料 我不懂怎樣去講答 很感謝你的預備,很感謝大家 我覺得很感動,文字 如果一些文字已經很感動 配合音樂和唱 在副歌那裡,對不起我愛你 對我來說是很震撼、很觸動 會看到當我配上音樂的時候 那種情緒能夠更大的釋放出來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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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可以多給一兩歌 或者聊什麼 其實當我們音樂節聯 我們去寫歌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希望 參加者去自己寫歌詞 他們自己選的音樂 剛剛我們沒什麼時間去 讓對方,讓大家去選音樂 但是呢 其實往往我們看到歌詞的時候 自己寫的時候 其實你會很感動 你會覺得自己,我能夠寫到一首歌 當其他人寫歌前來感動 其實當下,他自己那句說話 他親身寫過的人 其實他更加明白這句說話 可能是比你達一百倍 一千倍 所以其實音樂是一個很… 今天我們全晚都說音樂字 我在外面都沒聽到 但是其實音樂是一個很神奇 也有一個很能力的一件事 就是說,不單是文字 而音樂已經帶有情緒 音樂是一個記憶 你可以有圖畫 有很多畫面 你可以在今天聽到 你可能回到家 吃飯 或者可能睡覺前 你會想起一個日旋律 可能過五年、十年後 你突然會入月旋律 去回你記憶裡面 因為音樂就是慢慢去 入了你心裡面 所以為什麼… 譬如我自己做了很多次寫歌 很多人都說 他很感動,我聽到很感動 但其實我們做音樂字 他會更加明白多重的意思 因為他正在經歷著這件事的人 所以就這樣 謝謝 這段就是我們對親愛的人 想表白的一項 所以之前也說過 我們不單是為病人對著 我們家人也是 家人可以為病人寫一首歌 和養病人也可以把心聲跟家人說 透過音樂裡面的表白 其實大家表達得舒服一點 看到這麼多對不起我 原來真的很難說出口 但在唱歌裡面 我們可以唱出來 和讓對方知道 給多一個機會 有沒有人想說一說 你這首歌也很有感受 我其實想表達 這首歌也是 人家寫自己的感受 一定是很盜慮的 但我觸發了 我覺得不一定要病患者 才可以做音樂治療 我覺得在過去的經驗 今天你告訴我 其實我過去自己 有不開心的時候 想起一些歌 而自己也不懂得表達 但在那一刻你叫我選 我會選一些歌來唱 唱完之後 你會發現自己的不開心感受 原來都是一個治療 我今天認識了 過往我自己也有用音樂 去治療自己的不開心的時候 我覺得不一定是病患者 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 用這個方法治療 一些自己也不懂得跟別人說 或者不想跟別人說的情緒 他都可以用這些方式去做 沒錯 因為今天是專注說善中關懷 所以我沒有跟大家說 其實音樂治療 是可以覆蓋不同年齡層的 由嬰兒去到老年齡 其實都可以受惠 當然不同的年齡層 有不同的需要 我們會因應他的需要 然後給他一些什麼音樂 好了 到最後我想再多謝多謝 Kickman和Angela 她們都是另外還有Mae 在社會幫我忙的 我們其實是來自不同的地方 做事的不同機構 不同公司 但是我們都可以放下一些自己 你有你做我做 合作一起去完成這個講座 其實目的都是希望 可以讓大家多些 真的去感受得到 究竟音樂治療是什麼 那這個講座 如果只有我一個講 其實就做不到那麼多 在講話 我又如何去作曲呢 是不是 又談不到琴 所以真的很多謝她們幫忙 好了 現在有一點點的發問時間 我可以看看有沒有人 有什麼想問 Hello 我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在一邊聽 一邊剛才說的 就說其實音樂治療 都很添加的 就是可能 要很看看那個人選什麼歌 或者他想接受什麼 但剛才似乎在一邊聽的時候 好像說原來都有一些小組 那其實怎樣可以 符合到 你又要添加一個治療 給一個人去舒服他的情緒 而有小組 因為可能不同的人 都有不同的情緒 可能他對於病患或者死亡 都有不同的看法的時候 其實怎樣可以 將一些人 同時間放在一個小組 而又提供做一個音樂 給他 是 是 我們做音樂治療的時候 有個別也有小組 那麼 個別有個別好處 小組有小組好處 當然個別 你能夠直接針對他 有什麼需要 你就給他些什麼 但是有時候 他是需要一個社交重合 他需要減低那些困難 需要有同行者和支援 那麼我們便會用小組 也許有一些更加實際的原因 是因為很多時候 機構壓迫不起 每個病人見到這個價錢 所以唯有只可以開小組 所以開小組的時候 我們都會注意到 今次這個小組是什麼目的 是做舒緩 是做情緒表達 還有他的Client是什麼 例如我在眼片裏 他全部都是有癌症的病人 我亦都試過有整組 其實都是乳癌的病人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經歷的時候 我們要疏到的東西 其實大致上是共同的 還有在小組裏 真的不能這麼貪心 可能今期我們是想疏到這件事 因為癌症帶來不舒服 我們要疏到那個情緒 可能下期我們可能是做一個 因為有同行者離開 我要疏到那個情緒 我們會因應那個小組 變成一個小組裡面 就是一個共同的目標 不能真是每一個去針對 雖然是這樣說 我們都會去留意 究竟會不會個別 有些Client 真的很不得 一定要去處理他本身的問題 我們這個 我們都會去留意 是否適合繼續做一個小組 好 大家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大家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大家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前面 我們鼓勵 正如一開始說 為何需要一個專業資格 你起碼受過訓練 我不是說受過訓練 一定會做得最好 都要看他自己的經驗 但起碼受過訓練 他知道怎樣去用 他本身有音樂的底子 知道怎樣運用音樂 在何上一些認識不同的症狀的人士 我們需要留意些甚麼 來配合音樂用 他會比較好 當然你就算看醫生 你都可能會找一些未必掛症白的醫生 但當然我們鼓勵 既然你都給訓出來 去拼用這個專業 為何你會選擇一個已經供應了的呢 因為如果沒有牌的 其實我很難告訴他 其實他懂不懂那些 我又舉了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做職業治療的 職業治療的 職業治療是甚麼都做的 我都很慘 我都看見他們 以甚麼都關於事 他自己又懂得玩音樂 他又漏我去那裡 做一次舒緩的練習 但他又很有興趣 他自己帶一部分 OK 你帶一部分 我帶一部分 但他帶一部分 其實他不太能夠 做到一個舒緩的作用 為甚麼呢 因為我知道他用錯了音樂 他自己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再受過那個專業 他以為他覺得舒服的音樂 就可以做到舒緩 但那個音樂是做到輕鬆 但做不到舒緩 那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例如說 我們不是那麼直 去到一些民間的地方 比如說給一些服務 我們有很多的音樂工作者 但我們那個 輔導的技巧不夠 例如說有些人 他臨終或痛苦的時候 他們都困在一些錯誤的思想裡 例如他在作曲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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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停留在傷痛中 如果這個人 即是如果音樂治療者 他拿正牌 他的導行高度 是幫助他舒緩到 是投影到 釋放到 當然是最好 但如果那個人 都很執著 當然是很執著 他就停留在 他就停留在重環帶 還影響其他人 就由一個正能量 去到很灰 即是覺得 很傷痛 上天的我不好 為甚麼我要受到這麼多苦 如果你是當時 是一個音樂治療者 你怎樣去扭轉這個角度 其實我們會尊重那個客人 他說得不夠 他終於再說 那麼 音樂治療和輔導 裡面有少許的分別 那輔導裡面 你可能有些理由 你可以糾正那個人 一些的效果 但是在音樂治療裡面 其實我們無意 要去糾正別人